好拍一张草花7 CIA实现了反超 拿到了一个酒花 这个酒花 进攻能力不太足 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说球 今天我们带来华人美女牌手 CIA 在哈斯拉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这是一张九人桌 CIA的起始代入是6900刀 厂商的忙碌级别是小忙十刀 双打忙二十刀 抓尾四十刀 我们来看牌 CIA现在的后手马量已经来到了 接近一万八千刀啊 赢麻了 主要是上来第一手牌 拿到了勾勾和佩佩跑了一个马 那对手是A10 结果跑两次都是CIA收了 非常幸运 三位选手看转牌 踩实来到了660刀 转牌一张草花圈 CIA拿到一个名三条 但是牌面出花了 CIA选择了过牌控持 合牌一张方片6 到CIA 主动下注500刀 所以一个价值下注 这下注尺度其实不算小了 因为底池并不大 而且牌面有攻队 出花 那也就意味着有葫芦和四条了 在转牌圈出了葫芦和四条 CIA过牌 没有选手主动下注的话 CIA认为自己的牌还是稳大了 DDF非常懂流量啊 拿一个K-high去抓机 然后给了CIA一个满支付 DDF是哈斯拉娱乐场的制作人 他打牌打的水平就很一般啊 还有一个制作人Rain 他打牌水平就很高 经常去打那个周末的高额局 和安蒂同场竞技 虽然说打不过安蒂 但是算是准一个级别的选手吧 有的时候我看DDF打牌 就特别给我宽心啊 哈斯拉娱乐场的制作人 打牌尚且如此 我一个小小的主播啊 偶尔鱼个一两次 也就能接受了 好 这手牌西亚拿到了96 这是他的幸运手牌吗 哦 69是幸运手牌啊 一样的 主动下注400刀 这69是一个卡7的听顺 混合一个后门花 两位选手选择了 靠这个34靠进来 防守范围也是比较宽啊 哦 转排一张草花4 34击中了两队 两队主动下注800刀 也是扛了一个花面啊 西亚选择了靠 我们来看一张合牌 合牌一张草花7 西亚实现了反超 拿到了一个9花 这个9花 进攻能力不太足 因为下面的8花7花都已经出了 你只能冲一个 5 3 2花要价值 概率是比较低的 然后对手拿到一个什么两队的组合 支付能力也很有限啊 所以说两位选手都选择了过牌 西亚成功收持 一般来讲 单张成花的面 我们去能够主动打出来的牌是什么 就是草花A和草花K 草花圈的话 要看对手的这个位置 以及这个手牌范围的松紧程度 支付能力啊 然后圈花勾花的话 面对下注可以去防守 其他的花面对下注的话 防守的频率要不断的降低 现在今天的衣着还是很显妖身的 很漂亮 后面我明白 他为啥拿个吸管喝酒了 这主要是因为怕把口红给弄脏啊 其实前面一段我比较直男 没有想太明白 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 后面想明白了 好这样的话 五位选手打翻后 才是来到了1560刀 我们来看翻牌 虽然拿到了27神牌 这手牌击中一个对子 胜率只有4%了 转牌一张二 拿到一个两队 但胜率只有12% 这80啊 是一个纳斯顺 牌面目前没有攻队 不出花 他就是最大的牌 这里主动下注400刀 CIA加注到1300 CIA这手牌很有可能要全部支付了 对手如果退all in 他也是逃脱不了的 我们来看佩佩 前面佩佩打出来的形象是很松的 所以说这里直接打出一个300all in也没问题 300到2600刀到CIA 这样的话CIA负不掉1300就可以看合牌 然后还给了CIA一个退all in的空间 佩佩表面上看起来的话 还是有一个起牌率的 CIA想一下选择了推啊 因为合牌对手在推出来 这个两队也是不想fow的 所以说直接推掉也是没问题 然后选手鞋上跑两次 我们来看合牌能不能发出二合七啊 发出二合七的话才是CIA的补牌 草花四 第一次跑马佩佩收 我们来看第二次 一张三两次跑马都是佩佩收 那这个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 然后好在佩佩的后收马量不算特别多 这次也是实现了马量翻倍 不过马量特别多的话 CIA应该会选择扣 不会直接推掉 合牌的话看佩佩的下入尺度 再考虑要不要扣啊 这个二七毕竟是一个中低两队 还是能fow掉的 CIA的后手马量来到了15000刀 还水上啊不慌 然后佩佩其实带入 我们来看现在的成绩单 那目前盈利第一的是9420刀 第二是7260刀 CIA是水上了5090刀 输最多的是佩佩 他输了26740刀 应该是中间还输了很多大彩池 咱们没有捡进来啊 只捡了他和CIA对抗的一个排局 黑佩这位选手之前 我们转播过他的周末局啊 和那个咱们中国老板查尔斯 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 那个纯深误会 我觉得查尔斯没有任何问题啊 然后就是他反正不太高兴 这也能理解啊 毕竟是一个联合博弈的游戏 所以说大家说是要竞争啊 大家场下还是朋友啊 如何如何的 但这个游戏的机制就决定了 这样了 所以没办法 那你说竞技体育 比如打篮球啊 乒乓球啊 足球啊 他冠军就一个对吧 那场上难免有一些这个摩擦啊 都是比赛的一部分 CIA拿到了A10 那中队顶踢 下注500刀 NIC的42 选择了扣 那彩时来到了2680刀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 再出一张钩 盘面发出了攻队 CIA的胜率攀升到94% 但是他这94%不太稳啊 从他的角度来看 对手带勾的组合是下降了 但对手一旦有勾啊 这个牌就追不起来了 没有什么可追的了 我们来看NIC 4-2红心 打一千 CIA很快地选择了 靠这手牌 就是控时去摊牌 合牌一张黑刀三 CIA很快地选择了过牌 到NIC NIC只要不打超持 我觉得CIA都是可以选择靠的 两位选手都选择了过牌 CIA成功收持 马量积累到了14060刀 NIC也是哈斯拉尔的制作人 同时他们还看了一个 扑克新闻的频道啊 就是一个播客频道 当然直播的都是 美国德普圈的那些事啊 CIA picking up ace king 我还是挺期待 咱们中国这个德普啊 能够更放开一些 然后能够有一些更多的资讯啊 咱们也可以到时候去 播一些咱们华人圈的 扑克圈里面那些故事啊 翻牌 7-9-2 三B位选手拿到一个两头奥顺 CIA的AK miss掉了 那AK miss是所有德普选手的一个 翻后要解决的问题啊 一加打两加靠 踩时来到了770刀 转牌一张红心石 CIA下注400刀 到三B位选手 选择了扣 踩时来到了1570刀 我们来看合牌 合牌一张草花舞 前面选手过了 我们来看CIA 这里再下注的话 就是一个偷鸡了 并不是价值下注 打了1400刀 接近满持 我们来看这个80 80没有加注的选项 开始选择扣 抓鸡 还是负掉了 选择了靠 Simon成功收持 打这个局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松的 所以说用石牌去打 比较占便宜 Buff的话成功率相对较低